刘备在外靠吃人赌约的时候 在下批的吕布也遇到了麻烦 建安元年六月的一个深夜 吕布正在享受好睡 突然听到宿舍外的喧闹和兵甲声 以他荣马多年的叛变经历 立刻明白发生了兵变 并且叛军攻击到门外了 原文写道将兵入部所置下批复 一听是阁外同声大呼攻阁 阁间不得入 用今天的话说 叛军攻进了州政府的官署 已经到了正堂厅室房 由于阁门坚固 因此一时无法攻进吕布的内守 汉代州郡官员平时是住在官署府衙的 官府是前堂后寝的布局 前面正堂处理药物 东西两边的厢房解决一般事物 后边是领导带着家眷奴婢住的地方 来了亲属和客人也有客室 安宫区跟生活区是靠围墙分割的 而内外互通有个被称作阁的门 现在常说的女孩子住的地方是规格 就是从阁这个古剑专用词隐身而来的 在汉朝的女孩平时出不了内堂 只能以规格为世界 后来历朝各代也对女孩外出有不同的约束 直到民国以后 女孩们才得以完全释放被压抑千年的天性 走进了真正的世界 现在为了深刻体会传统文化 他们又恢复了古代的规格生活 每天宅着或网购或直播 手机的屏幕就是隔门 键盘就是门机 隔门与吕布还真有缘 当初吕布杀董卓的导火索 就是手隔手的忘情 卓长使不守中隔 不与卓士必私通 恐是发觉心不自安 董卓是请吕布守门的 结果给了吕布乌龙设门的机会 吕布也针对得起董卓 直接拿董卓当武大郎 给杀了 估计董卓的隔门是向西的 吕布是西门大官人 按照吕布的一贯形象 背景中有隔门 必须还要有女人 这才是完美大奉仙 点略记载 不不知反者为谁 直千副磕头坦一 由于这次兵变突然 两个人都没来得及穿衣服 披头散发的往外跑 逃亡中 吕布还是个暖男 原文用直千副 展示了吕布死步 撒手女人的动人画卷 前面的阁门已经被叛军堵住了 吕布只好往后跑 这里差一句 原文说 叛军是因为隔肩不得入 所以没攻进后院 这只是一方面 府衙内后院住着领导 但在府衙内 还有守卫和官吏等人 他们可以抵挡一段时间的 内院后墙有逃跑者 最后的机会 那就是厕所 这是无数逃命者的黄金通道 绝对黄金 走这条路的人 一定要具备是粪土 如黄金的英雄气概 这次吕布和家人成为了英雄儿女 两个人你拉我拽的恩爱着沾着屋会翻出厕所的后墙 跟奥斯卡金像似的闪着金黄色的光直接跑到了大将高顺的军营里了 高顺被突然颁发的小金人奖项闹猛了 还两座一起发 他不知道自己获得的是什么奖项 是最佳男配 还是最佳化妆奖 难道是最佳忍受七位奖 突然获奖的高顺也没什么准备 但总觉得应该说些什么 只好一通感谢 当然他最感谢的是吕布 对自己非常信任 能极为坦诚的带着女人面对自己 但他看了看金像 然后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金像的橙色不对 感觉是铝合金的 吕布一个巴掌打过去 吼道还不给我们拿衣服去 这下高顺清醒多了 他让人伺候吕布更衣 一边问吕布 有什么发现没有 吕布说 听声音是河内郡的口音 高顺判断是将军郝蒙 高顺立刻带兵围住府衙 用弓箭手射杀郝蒙的叛军 天亮时 郝蒙突围跑回了自己的营地 高顺随即包围了郝蒙军营 事件发展到这里 趋势已经非常明朗了 以吕布高顺的武力 郝蒙必将走向灭亡被全决 吕布的战斗力就不说了 高顺的水平可以给大家展开下 高顺是吕布的县阵营将军 担任战斗的先锋 高顺手下一共七百人 对外宣称是一千人 这七百人是吕布最精锐的团队 每人配备最精良的铠甲武器 由于高顺治军严格作战勇猛 所以他的县阵营没所攻击 无不破折 可见高顺的军事水平是一流的 高顺后来没投降曹操被杀 如果活着未必比张辽差 所以叛将郝蒙必摆无遗 但解决这件事的主角另有其人 郝蒙手下有位将军曹姓 临阵起义反叛 他突然向郝蒙发难 与郝蒙对决 最终郝蒙刺伤曹姓 而曹姓在倒下的同时 砍掉了郝蒙一条胳膊 在三国演义里马 超中了反剑技 看寒碎胳膊的故事 脱胎于此 演义中曹姓被安排设下了 下侯敦的一只眼 曹姓这风镜可以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高顺赶过来 把残缺的郝蒙杀了 郝蒙临死前 幽怨地喊了句 曹姓郝蒙的这句话 后来流传成为了 北方人对别人表达不满时 一句常说的礼语俗词 能流传下来 估计大家感受到了 人之将死 齐眼野山的刺骨冰凉 高顺用床踏 抬着曹姓来见吕布 吕布问了曹姓这次反叛的来龙去脉 当然 吕布最关心的是 背后的西方势力是谁 曹姓答 是袁术 吕布对造反最熟 知道造反 需要理应外合 既然外合是袁术 那理应是谁 难道是李家庄庄主 忽天雕吗 曹姓答 错 是陈宫 看到这里 有种所有聚光灯 都照在陈宫脸上的明亮 因为当时陈宫就在现场 原文说 石宫在座上面赤 傍人惜绝之 不以攻大将 不问也 简单说就是 看到陈宫秒 便红脸关公 吕布不再追究了 但曹姓的戏意还没结束 毕竟是主角 受伤的主角 要躺在同志的怀里交党费 要问乡亲们 转移没有 要祝福革命的胜利 鉴于自己的处境 曹姓要挣扎着 向组织靠拢 好蒙这个大坏蛋 常常想着 叛变革命 叛变党 我就坚决地驳斥他 吕大将军什么人 不是人是神 不能亵渎 攻击伟大的领导 没想到好蒙 是个剑蒙 竟然疯了似的 安利我造反 三国志记载 姓言蒙常以此问 姓言吕将军大将有神 不可机也 不以蒙狂惑不止 吕布赶快安慰他 轻贱而也 等曹姓养好伤以后 吕布把好蒙的军队 交给曹姓带领 能用残疾人当将军 吕布队手下 还是不错的 尽管他未必满意 曹姓的无剑道 而且是个很深的无剑道 这段史料 最让人感触深刻的 无疑是陈公 但他组织 谋反吕布动机问题 一直营绕在读者的心理 和历史的天空 而史料的记载 就这么多 有曹姓的呈堂共争 说明了陈公的谋反 根据原文的意思 吕布没有追究 陈公谋反的原因 是因为陈公是大将 这就有个问题 有人告发官员谋反 司令会更在意 什么级别的人呢 难道更在意班长 而不在意参谋长 兼师长 显然不合情理 职位越高 部下越多危险越大 如果放陈公不问 其他官员怎么想 陈公是大将 还是吕布的主谋 他想加害吕布 吕布发现了 却说 你官太大了 我就随你刺杀吧 你要什么 我都给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周围的人 还挥舞双臂一起 喊留下来 这个原因 明显站不住脚 退一步讲 吕布就是个贱人 他就不查问陈公 可陈公谋反吕布的动机 是什么呢 合伙人像夫妻一样 需要从感情基础匹配度 以及互惠利益等各角度 考量行为动机 当初占领曹操的眼周 要不是陈公主动追求穷悍吕布 两个人根本走不到一起 所以站在陈公的角度讲 感情基础还是可以的 不可否认 陈公开始只想利用吕布的强壮赶走前任曹操 原文说陈公对吕布是全赢之 就是暂且住在一起 能不能过得下去 走一步看一步 命运是多喘的 让人累得多喘 陈公没能赶走前任曹操 吕布成为了现任 不过大家是冒着生命危险一起战斗过的 属于患难夫妻 而且吕布自身的局限也满足了陈公的初衷 吕布有勇 陈公有谋 吕布不但有勇 还没主意 正好让陈公施展了最大的能力 当初有远大理想的陈公疏离了曹操 就是因为得不到曹操的重用 所以客观讲陈公遇到吕布 还是蛮有夫妻向的 如果从利益角度考虑 陈公让郝蒙杀死了吕布 自己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第一 陈公自己会当徐州牧吗 从之前眼周叛曹就能看出来 陈公没有做老大的心愿和能力 他叫上张淼和吕布 就是要他俩个人共睦之三国之 而把自己摆在了辅佐的位置上 在眼周战役中 陈公外交上的保守 用人指挥上的错误 已经说明的 他不具备做老大的能力 所以他自己出头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 是请袁树割据吗 陈公杀掉吕布 他只能请袁树坐镇 因为周围已经没有其他友军了 袁树也许非常高兴 但你陈公对袁树有什么用呢 袁树确实非常喜欢 收留各种人才 像个人才不交流忠心 但袁树有自己的标准 明是朝廷官员和武将 陈公一样都不战 何况袁树对谋臣根本看不上眼 汉末期间曾给袁树打过功的谋臣 非常少 更没有出名的 这是袁树责臣的结果 有人会说 陈公对袁树有限徐州之恩 吕布杀了董卓 为袁家报仇 袁树赶走了 来投奔的吕布 孙坚给了袁树南阳俊 在前方打战 袁树断绝 孙坚的粮草 孙策打下卢将军 袁树两次反悔 没给孙策之前承诺位置 在袁树的心里 这江山本来就应该是我袁家的 陈公在袁树手下 最好也就落个谋士甲 这地位还不如吕布的主谋呢 图的是啥 不惜杀夫 跟别人跑 要么为钱 要么为感情 没听说无所谓的 还带上富裕的家当 而且陈公之前 跟袁树没有任何交集 这件事发生在建安元年六月 陈公来徐州不超过半年 占领徐州最多不超过三个月 陈公哪有这么大的把握 就知道袁树对自己有好处呢 再有 以前说过 吕布拿下徐州后 就立刻跟袁树 有了两周互相承认的外交活动 袁树就差给吕布舔脚丫子了 陈公忙不迭的谋反 仅仅为了投靠袁树 难道他觉得双方进展太慢了 实在看不下去了 如果以上都不是 陈公是打算推举好蒙代替吕布 可张辽高顺他们认可吗 再推测一种可能陈公被陈登父子挤兑的受不了 可陈公是采来徐州的新势力 这么短的时间有什么仇什么怨 没有动机的犯罪嫌疑人被唯一证人指控 没有说服力 放下怀疑 回到事件本身 这件事的功劳谁最大 当然是高顺 他救了吕布两口子 杀了好蒙 平息了叛乱 保住了徐州 绝对是投工 所谓功高莫过救驾 英雄纪里计数了吕布对高顺的态度不知其中 接着说然不能用 后面就更高能了 不从好蒙反后 更疏顺 好蒙事件后 吕布更反高顺了 怎么说呢 有点像京七的女友 让人摸不到头脑 你越关心她 越有被她对的可能 但你不关心一个事实 吕布对高顺的态度 如同他听说 成功谋反以后的反应 一样不可思议 可能吕布最近太累了 或者那天深夜受到了惊吓 下半身得了 行为被迫终止综合征 不会的 吕布神经大条 他的坚强 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 把前后两个 看似特别不合理的事情 放在一起 反而说明 这里必然存在着一条 非常合理的逻辑线 吕布根本不相信 曹杏对成功的指控 所以吕布没有追究 再引原文 谋者惜谁 姓言 成功同谋 时功在座上面赤 帮人惜绝之 不以功大将 不问也 成功脸红 别人都看出来了 吕布也一定会看见的 但巨大阴谋 被戳穿的人 脸不是红的是白的 人会因为害怕 导致交感神经兴奋 皮肤血液供应不上 所以脸白 而生气被冤枉 脸才是红的 所以成功的脸红 是因为被诬告气的 而且有种不致一词 无懈否认的骄傲 曹杏为什么 要诬告成功呢 因为受高顺指使 高顺与成功 有很深的矛盾 这可以从吕布 妻子身上找到证据 吕布被曹操围困时 要亲自去断曹操的良道 让成功 高顺坚守下批诚 吕布的妻子 不舍得吕布 在家以外的地方打仗 就找了个理由 说 功顺速不合 将军一出功 顺必不同心 共成首也 如有错跌 将军当于盒子立乎 连不出门的女人 都知道 成功与高顺的矛盾 这个矛盾就是仇恨 而吕布也确实认同了 妻子的说法 而没有外出 可见 高顺与成功的不目 是尽人皆知的 回看深夜 好盟造反的过程 顺即严兵入府 攻弩并射盟众 盟众乱走 天明环顾营 好盟被高顺 从下批的周府衙门 打回了自己的大营 盟将曹姓反盟 与对战 盟刺伤性 姓卓盟一臂 然后在大营里 发生了内乱 曹姓与好盟 同时受伤 最后 顺卓盟守 床于姓 送一步 不问姓 严盟守 袁树谋 可见 在战斗之后 曹姓伤口的包扎 被抬上床 送到吕布跟前 高顺一直有些破 曹姓诬告陈公的时间 如果曹姓 不按照高顺的话说 抬到吕布眼前的 一定是尸体 高顺会哭着诉说 战斗经过 以及曹姓 对陈公指认的遗言 作案时间 作案地点 作案动机 高顺一样都不少 所以反叛不一定 是高顺发起的 但高顺一定是 利用了这次反叛 打击政敌陈公 也许 吕布疏远就驾的高顺 还有另一个解释 就是吕布 深夜搞女人 被高顺看了个满眼 心里尴尬 高顺这个人 严肃不活泼 满嘴忠义道德 跟吕布脾气不合 所以吕布看着别扭 就算如此 也无法完全解释通 一是 还解释不了吕布 对陈公的不闻不问 二是 男人搞女人 很正常 又是古代 又是吕布 高顺不应该 有啥不开心的 即是有 即有是有默契的 以不妨碍 对方家庭为荣耀 所以 高顺与曹幸 一起诬陷了陈公 吕布并不糊涂 还有一个问题 不不知 反者为谁 直千负 吕布为啥要死 拽着这个女人跑 吕布怕女人 丢了性命吗 古代打仗 一般不会杀死 对方女倦 一是江湖的规则 谁都有扔家属的可能 二是可以做人质 胁迫对方就范 所以 吕布留下女人 又何妨 而且以吕布的兴趣爱好 家里不会就一个女人 那其他女人 他就不管了吗 按照常理 牵手这件事 绝不是老夫老妻的做派 即使是紧急情况发生 能等一等 并看媳妇两眼 喊两声快点 就是很负责的男人了 毕竟妻子如衣服 作为古代男人 吕布这个动作 有种新婚艳耳的气象 吕布的举动 很是异常 联想到吕布 有个北妻 矮朱降妇的霸道爱好 小编觉得 他直签的那个副 是诸将之一的副 造反的那个将领 可能就是找上门来的本主 吕布必须带着他跑 直签付这个动作 洋溢着现场 被捉得紧迫气氛 回看突欲滑边的吕布 仓促间 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他向高顺提供了一个 非常准确的线索 判将有和内地区的口音 看下高顺的反应 英雄记记载 顺问将军有所隐步 不言和内而生 顺言此好盟也 高顺立刻知道是好盟了 人在辨别熟人声音时 很难做到 跨过对方是谁的情况下 先辨别对方口音 好盟是跟随吕布 很长时间的老不下了 吕布真的没听出来吗 何况被人造反 最急迫知道的 就是对方是谁 高顺凭借吕布的转述 都知道是好盟 吕布会不知道 吕布一定知道 对方是谁 只是不好意思 直接说出来 所以吕布不撒手的 那个女人很可能是好盟的女人 这就是好盟造反的原因 至于元树是不是之前 与好盟有过接触 答案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了